你的那颗玻璃心真的让我不能承受其重 你总说我任性 但其实是不是你越来越不能包容我了 你希望整个地球都围着你转 可我们终会长大 总要总计社会 为什么不能改一改你的幼稚 今天我带给你的礼物 就是告诉你 玻璃心的男生也有闪光点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小于22岁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刘22岁来自北京学生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一个学校同学是吗 是 咋认识的 我们是从学校网上论坛认识的 谈了几年了 两年 今天为何而来呢 就是因为她平时被家里边宠坏了 然后导致就是以为全世界都是她了 就眼里就没有别人了 然后她就是经不起批评 然后就是让我觉得这段感情挺累的 你先说说你这些具体的吧 说点具体的事儿 怎么就是世界中心了 我家里确实就是条件稍微好一点 就是爸妈有点惯着 但是也没有她说得那么严重 然后她说我就是 啥也不干 就肩不能挑 那个手不能提 就我总不能扛石头水上楼啊 我现在你也不能上超市 什么东西都让我提吧 那次我不是生病了吗 你什么时候都有病 怎么叫什么时候都有病啊 她就是体肉多病的 什么时候都有病 那就是现在天是冷 我说能打车 咱不坐地铁公交 不挤那个去 她也不乐意 那何着人就坐地铁公交 都得冻死呗 还有那个吃那个 就大排档啥的 就她都爱吃那个 玩我就不想让她吃那个 她不健康 我就说不吃 她也不乐意 我想吃 以前也吃过 合着我跟其他吃大排档的人 都得被毒死 咱都不说这个 就有一次打篮球 站场地的事儿 我就把她叫过来了 就让她绑我 然后她回来 就跟我说了一大堆就 然后我俩就 因为这事儿还 就小吵了一下 你还好意思提呢 我都服服了 她给我打电话 让我下来 因为站场地的事儿 然后她觉得她受欺负了 然后让我下来 给她出头来 你出头啊 对 怎么就受欺负了呢 就是因为打篮球的事儿 正场地 然后受欺负了 然后那你下去了吗 然后我下去了 我肯定得下去 要不她能干嘛 然后人家对面就一直在嘲笑我们俩 就觉得她背窝囊 你整得我背没有面子 我其实我是没那么想 我跟人正场地都吵吵 打起来打扮呢 我就就是把她叫下来 就女的跟她说就是像评本里啥那种 比较好一点嘛 你说你的意思要找个中间人来 男的又不能把她打击那男的 那我要是挨打了呢 那你挨打了呢 那我报警呗 那我要打伤了呢 我要被打伤了呢 那你被打了 那你打伤了 我在伤的话 那我也被打伤了 咱俩不都被挨打了吗 这样是不是都吹了吗 你可真聪明 后来就被这事吵过架是吧 对对 还发生过什么呀 然后还有就是 上回就是我看了一个电视剧 然后那个电视剧叫《归雀来》 关于留学的一个故事 然后我就偶尔就会感慨一下 然后恰巧我前男友也是 就是留学跟这一方面有关系的 然后他就给联系到一块了 然后为了这个 还去看这部电视剧去 然后呢 又发现里边那个男主角 也带个彻字 就跟我前男友 那个名字里边彻字是一样的 然后就开始跟我吵了 那我觉得这事就是 他出现的就 他说是巧合 就一万个巧合都加一块 我就觉得不是巧合了 我这是合情推理呀 我说你推理出来的结论是什么 这电视剧就是男主 就是出国留学的嘛 他男朋友也是出国留学的 然后男主的名字就是彻字 他前男友也是有彻字 他肯定是在想见他前男友 就思念这前男友是吧 我前男友都回国了好吗 那你咋知道你前男友回国了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听我闺蜜说的 然后你还以我名义 然后试探我闺蜜去 我试验我还以为你们是佗呢 什么都是佗 你让我怎么办 我真的很累 你真这么想啊 同志 真的还追个剧 你就觉得他要旧情复燃 或者思念 他要是看北京遇上西雅图 也不可能想别的呀 来来来来 那咱不说这个 咱说个别的 大三的时候 你不实习吗 然后人家老板让他干那个 什么粗活啊 累活 这不肯定都是实习生 需要干的事吗 然后人家不干 人家说我是来学知识来的 不是跟你当小工来着的 人老板说 那行啊 你有脑子 那你出点点子吧 在专业上出点点子 他又说不出来 那么大一个公司 他一开始 就让我一个实习生去出点子 我肯定想不出来呀 再说了我上去 我确实是学东西去的 他让我干那些活 干活不就是学习吗 你会干吗 他干都是一些灵杂活 你会吗 灵杂活当然会 是个人就会呀 那你不一定会哦 那 你信不信啊 我信 你看 你看 心是虚的这孩子啊 那你再说说 人家老板说了你几句 你为啥哭了呢你 他还哭了 一个男的说几句哭了 我觉得哭它是一种表达方式 我头一次被人这样 都是劈头盖脸的说一顿 我只能忍气吞声地受着我 最后就哭了呗 你还忍气吞声 老板忍了你两天给你开了 这你干的 那他不还还没给我工资呢 就是他没 然后你还找人要 就两天工资 你找人要一星期的 一天工资我去了 我干活了 他也得给我钱呢 你干啥活了 啥活也没干呀你 还有就是 你说你每回我跟你出去玩去 然后都在男生宿舍楼底下 等你一个来小时 然后就在楼底下等他一个小时 不是男生等女生吗一般 对呀 对呀 我也在疑惑呀 然后男生宿舍楼底下 一个女生也没有 我在这儿直捞捞等一小时 在干嘛 打游戏 没有 我也不能就是一下子 搜一下子就下来呀 我得一点点的就是 他刀 他得倒是倒是 收拾收拾啥的 我再出来了 你收拾啥呀 就是收拾收拾 不是 你的收拾都分几步 你给我们介绍点 收拾多少时我想象不到 这时间我觉得过得特别快 也是挺无语的 然后好不容易我等了一个小时 出来了 然后呢 那个走在马路上 看着哪能反光的地儿啊 就跟那照 我跟你出去 我注意一下自己形象不对吗 你也不愿意我出去 就是邋里邋遢的出去吧 我跟你出去 我形象好点 你不也好吗 那你也不能让别人看着 跟你是个怪物似的 行行行 你说了这么多 就是你觉得你一个地方 都坐了全对吗 你不也有坐了很多 不对的地方吗 你说我自恋 你其实不也喜欢小鲜肉吗 你不也让我去往那方面 就是穿衣打扮啥的 我都觉得娘里娘气的 然后你还爱带着我 到你闺蜜面前去炫耀 就是看我男朋友 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她还爱看街舞 就是让我去学街舞 你这事你真的有脸就说 哎 学街舞 我上回给你报了个街舞班 你去第一天 就你做了那么一个动作 就给腰给扭了 那我不也是为了你吗 我腰女了我说啥了吗 这也算工伤吧 没有男的身体那么不好 咱俩这段感情 你一开始就是挺强势的 你一开始就是什么事都爱管 什么事都宠着我 你现在咋就 真的不管我了吗 什么都宠着你 对 对 现在怎么不管我 这是男生的新生是吧 我觉得时间长了也会累啊 你变了 我变了 我变了 我那是终于明白你长什么样了 她长什么样 就是现在这种样子 我需要让她改的这些东西 就是慢慢吞吞的 然后什么又自恋啊 又玻璃心啊 反正真的很累跟她在一起 女生会觉得说 我不能再这么照顾你了是吧 对 因为你会发现男生不管是跟同学相处 还是放到社会上 你会觉得她相对的幼稚一些 对 男生怎么个意思啊 反正就是我觉得 你这恋爱谈得累吗 我不累 对 你是不累啊 不累 你谈得开心吗 开心 还想谈吗 想 那人家要分手怎么办啊 想 改吧 那么改什么呢 就 按照她喜欢的样子 我尽量去改吧 不是她喜欢什么样子呢 内心难忍点呗 内心 女生是期待有一个可以照顾自己 或者说可以让自己靠着肩膀 对吧 结果你发现你的男朋友 是把你当肩膀靠 对吗 靠累了对吧 你是真想分手 还是来吓唬吓唬她的 我是真的 怎么说呢 也不是真想分手 也不是不想分手 就是想让她改一下这个毛病 如果改不了 那只能分手了 因为我也特别累啊 不许哭啊 没有 不会哭吧 不会 就是今天如果她走了 你不会哭吧 她要走了 我估计会哭了 就不哭死就行了 来来来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文卷 平常妈妈说什么都听什么吧 啊 差不多 看到你之后 我就会特别的反思 现在对于男孩子的教育 我们有的时候过于保护自己的孩子 然后不希望她受到挫折 但越是这样过度的保护 就会培养出这样的孩子 好孩子 但是教条式的认死理 还间接式的好吃懒做 就是你看你办的那几件事 说去实习 你一个实习生 让你干什么不是应该的呀 你呢觉得我是人才 我端茶倒水 我这些不能干 然后恰恰让你去发挥你的所长的时候 然后又往后退了 我就一失牺牲 你说你这么大一公司 让我出谋划策 那我哪担得起呀 你这不自相矛盾吗 让你挑大梁 你挑不起来 那让你干点力所能及的事 你也干不了 包括你看你们两个人在恋爱当中 凡事把它推到前面 就争求场的那个事 你让女朋友下来为你出头 就是一直被人保护着习惯了嘛 你把它也当成像妈妈一样的人物 应该过来保护你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自我成长 女孩呢我觉得 第一点你不是引领者 你不要想着改变她 把她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不可能 既然不是你要的那个人 你就按照你想要的那个标准去找一个 就好了 然后也不要去嘲讽 或者说也不要 你看你哪像个男人 不要 就是告诉她大大方方告诉她 我可能不喜欢你这种类型 我们不合适 你找一个你爱的类型就可以了 好吗 好的 祝你们幸福吧 谢谢 谢谢 你听女女朋友的话吗 听 那你还会让女朋友在底下楼下等一个小时吗 不会 如果遇到跟其他人冲突 你还会叫你女朋友吗 不会了 不会了是吗 以后不会了 你觉得她说的你信吗 发生那么多事了 我想看十一行动 其实你对她的耐心也基本到了尽头了 22岁快毕业了吧 她已经在毕业实习了吧 对 你觉得她在实习单位里一无所获 被老板殉几句就哭着鼻子被开掉了 充满着对她的不认可和失望 她不是一个能够担当起你所期望的那种责任 尤其是面临着毕业马上步入社会 你会发现 她越来越离你的期望值越远 即使她偶尔会勤奋 或者说会听你的话 但是你难道会教她去成长吗 你本身你就是不够成熟的 所以说男孩儿 真正听长辈的话 但那是孩子 真正要有独立的见解 尤其步入恋爱当中 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你是一个男人 是值得依靠的 我觉得你们基本上 这个节目之后就是最后的时间了 你们俩之间不可能做成熟的 就这样 我倒是觉得还有一丝希望 我想送给女生的话是 无论是面对这段感情 还是如果真如曲总所说 今天是你们最后一次的交流 那以后你还要踏入新的感情 莫忘初心 我相信这个男孩儿身上 一定有打动你的地方 所以你才能容忍她 诸多么看起来 怎么那么幼稚不成熟 甚至有点让人可笑的行为 所以请你好好的去 问问自己的心 你爱她的是什么 厌她的又是什么 你对她的爱 能不能足以包容 这样一个不太成熟的男孩儿 如果不能 那就离开 没有对错 你等不了她 也没关系 但是我希望你从这段感情中 汲取的经验就是 我们去面对那感情的时候 真的要记住 我最核心从这个人身上 想要的是什么 不要要的太多 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到实权实美 只能是抓住感情中 让我最觉得值得的那一部分 然后包容地走下去 小伙子我想送给你的是 不管这段感情能不能继续 你的生活真的需要营养 即便说我们现在弱一点 过去被保护了 那我即便出现了问题 希望女朋友出头 去跟别人理论一下 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要知道感恩 你要知道 他们如果要打你 我拦在你前面 即便是他想到了前男友 去看了那个电视连续剧 你就不能从那个剧里边吸取点营养吗 你看看书彻是多么的正义 多么的有情义 看看女主角 多么的独立 多么的自尊 咱们让生活有点营养 就不会让女朋友挑三拣四 看不上你 所以我送给你的祝福就是 以后让自己的生活 多些营养 少些软弱 自然你会变得可爱起来 谢谢两位 那个《归去来》当中 送书彻去机场的路上 他的父亲跟他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每一个经历过坎坷和挫折的父亲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过得轻轻松松 无忧无虑 不畏斗米折腰 不畏金钱媚骨 什么是父母啊 父母就是明知孩子 不吃不喝 以瘦为美 却偏偏认为他们缺衣短穿 饥寒交迫 明明知道孩子为了摆脱自己而追求自由 却总是认为他们流离十足 他把这种爱 总结成是一厢情愿的爱 但父母这种一厢情愿的爱 就往往培养出来的是这样的孩子 他其实特别像《归去来》当中 书彻的女朋友的那个弟弟 娇生惯养 没有能力 只知道吃吃喝喝 但是也很善良 很单纯 我相信你喜欢的就是他的善良和单纯 如果你内心一直希望他能够像书彻那样的话 那你也变成了一厢情愿的爱 他的生活环境 他长期以来父母对他的教导 给他滋养成今天这个样子 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你想要把他改造成 特别独立自主人格独立的男生 那就很难 你会花费很多的功力 这事儿必须他自己明白和觉醒 才可以 如果你认为 你不能接受这样的男生 我不能因为他的单纯和善良 就接受他的无能和不作为 那你就尽量走 如果你觉得你能接受 或者你认为你有能力帮助他去改变 你愿意去付出 那你就留下 虽然我认为这很难 改变要靠自己 好吗 好 进到爱听着到门槛里面 自己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想清楚 这个是不是你需要的那个男 想清楚 好吗 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刚才老师们也都说了 就是 这么长时间 就其实 跟你在一块我也感了好多了 就是感觉自己就成长了这样 也学到了挺多的东西 我觉得吧 咱俩在一起也分不长时间了 然后也不是说没有特别好的事情 就是甜甜蜜蜜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就是改一改 我今天所说的就是你的缺点 因为如果一个人永远在宠一个人的话 他会特别的累的 这段感情不会特别长久 好了 时间到了 两位去开箱吧 看看彼此在记忆箱当中 放了哪些记忆进来 来吧 男生放在记忆箱里的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就是陶瓷晚 我俩之前出去玩的时候 一块做了一个 但是因为就是吵架生气 他就给摔了 然后我就又自己 就是偷偷地跑回家 我就自己又做了一个 明白了 女生拿的是什么 是一个钱包 他上回闹别扭 然后嚷嚷着让我送他礼物 然后我去打了一个月的工 然后给他买的 那今天为什么要带这个钱包来呢 就是让他看看 我为他付出的这些东西 我希望他记住 女生我提醒你一点 你也请记住啊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男人 就是这么一个你眼里没用 没有长大的男人 会在你把一只碗撤掉之后 那再去做一只 行了 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古方鲜红糖 现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来看看这一对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来 来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好 谢谢 谢谢两位小朋友 请回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伊贝斯提供的 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盒 24小时保湿实时脱水嫩 古方鲜红糖为爱情保鲜 成功牵手的嘉宾 将获得由古方鲜糖提供的 爱情保卫战鲜红糖礼盒一份 来 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到现在买车 买房 一路同甘共苦 去年她开了公司 开业第二个月她就搬出去了 说是要一心扑在公司上 后来我才发现在和别的女人同居 到现在一见面就吵架 用各种方式逼我离婚 我们还有一儿一女 我该怎么回来 抛弃糟糠之期的男人 想必他的事业也不会成功到哪儿去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军 就是你最好的榜样 并且最后想对您的先生说一句 男人的成功其实是来自欲望的控制 当你的事业成功的时候 家庭不会给你带来什么 但是如果当你的事业失败的时候 失去家庭你就一无所有了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要保湿伊贝斯冠名播出的 伊贝斯纯积水 纯净保湿 湿湿水嫩 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 股方先红糖 现熬更新鲜 感谢我们的首席战略合作商 股方红糖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再一次的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藏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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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